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 再次声称中国企业难保信息安全 同中国企业合作就相当于同中国政府合作 只要使用华为通讯技术 隐私和数据保护就无法得到保证 在时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蓬佩奥先生有关言论充斥着谎言和谬论 最终损害的是他个人形象和性欲 损害的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公信力 一段时间以来 蓬佩奥先生无论走到哪里 都言必称中国 可惜他的有关言论充斥着谎言和谬论 就拿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华为公司为例 美方一直声称 华为等中国企业存在着安全风险 但自始至终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美方以莫须有的罪名 动用国家力量 开动国家机器 来打压华为这样一家中国民营企业 很不道德 也很不光彩 有是一个大国的水准 这里我想提醒蓬佩奥先生的是 他的那套说辞 似乎别人并不买账 即使在美方肆意打压的情况下 中国企业的成绩似乎还不错 耿爽介绍 截止到6月6日 华为公司已经在全球30个国家获得了46份5G商用合同 这其中就包括美方一段时间以来 苦口婆心劝说的一些盟友和一些欧洲国家 这些国家的名字这里我就不点了 以免某些人听了之后扎心 这再次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对中国的企业 参与本国的5G建设表明客观公正的态度 正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独立自主的做出 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蓬佩奥先生应该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 那就是满世界造谣污蔑 煽风点火 最终损害的是他个人的形象和性欲 损害的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公信力 据路透社6月10日报道 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代理主管沃特写信给美国国会 要求将限制中国华为的措施延期执行 以给那些与华为有业务往来的美国政府 供应商更多时间进行调整 去年美国通过一部名为国防授权法案的国防法律 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禁止美国联邦政府 购买华为等部分中国企业的产品 也不许美国政府的承包商和供应商 用政府的钱去购买华为等部分中国企业的产品 还对这些承包商和供应商 自身购买和使用华为的产品进行了限制 其中直接禁止美国政府购买华为设备的禁令今年生效 而对第三方的限制则将在两年后生效 华为方面也就这一法案在美国提起了诉讼 而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则称 白宫如今提出 禁令中涉及第三方承包商不得购买华为产品的部分 还需要额外的两年时间去进一步准备实施细则 而沃特则在写给国会的信中 提出这部分禁令最好延期到四年后实施 以给美国政府的这些承包商们更多时间去调整 将华为排除出他们的业务 沃特还宣称只有将禁令延期执行 才能让禁令更有效的实施 而不会在仓促之下伤及国家安全 否则如果所有限制令都在今年实施 沃特认为这会令能向美国政府 供货的承包商数量大幅减少 不过路透社也指出 沃特希望延期执行的国防授权法中 对于华为的部分禁令 与美国商务部单独将华为列入的实体清单 并不是一回事 因此也不会影响到实体清单 及其相关禁令对华为实施的时间 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是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 从美国公司购买零部件设备和技术的一种黑名单 但巧合的是 几周前美国商务部 也对他们这一封杀 华为的禁令进行了延期 给了相关企业90天额外调整的时间 另外 特朗普总统上个月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公司使用被认为会威胁 美国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生产的电信设备 电器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风波过去后不久 路透社又爆出了多家科技巨头 要求旗下员工 禁止与华为员工讨论技术标准的消息 在贸易禁令的背景下 这一举动可能会影响到各方5G技术的发展 由于美国近期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黑名单事件 全球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正要求其员工 不得私下与华为员工讨论技术和技术标准的相关问题 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和高通纷纷限制其旗下员工 与华为进行非正式对话 原本这种讨论是国际会议的一个常规部分 各大公司的工程师们聚集在一起 为通信技术制定技术标准 如5G技术 实际上 美国商务部并没有禁止科技公司和华为的接触 5月16号 他将华为列入黑名单 禁止华为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 与美国公司做交易 但几天后 他又宣布将禁令延迟90天 让美国公司在标准机构与华为进行互动 美国商务部认为 这是发展5G标准的必要条件 然而 美国和海外的一些主要科技公司 却主动限制了其员工与华为的接洽 这些公司试图避免与美国政府发生任何潜在的问题 英特尔和高通军表示 他们已经向员工发布了相关指令 但拒绝对此置评 对此华为也没有置评 5G有望为高速视频传输 自动驾驶汽车等方方面面赋能 因此我认为 新的限制可能会放缓5G的推广速度 在上周于加州新港滩市举办的5G标准大会上 有会者私下向路透社表达了他们的忧虑 他们担心中美之间的技术战 可能影响到工程师在手机和网络全球 互联过程中所必须的长期合作 一家欧洲公司制定了禁止与华为交流的规则 这家公司的一位代表称 参与5G开发的人员出现了动摇 禁止与华为交流的举措将导致所有公司固步自封 5G的开发需要彼此之间的合作 5G应该是一个全球市场 美国指控中国政府利用华为的设备进行间谍活动 因此华为已经成为了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战的焦点 华为已多次否认自己受到的所有指控 在制定技术规范的各类全球化组织之中 华为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工程师和专家表示 作为智能手机等设备以及路由器和转换器等 重要网络部件的全球最大制造商之一 在5G网络普及的过程中 华为需要参与制定5G相关标准 这样才能确保无缝的客户体验 如果美国想创建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5G 我不确定这是否可行 即使可以 效果是否会一样好 封堵华为对于各方的影响正在加深 禁令也可能延缓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进步 而华为是目前唯一能够以低成本 提供可靠5G全套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如果打击继续下去 只是一种可能 人们希望中美最终达成贸易协议 从而避免两败俱伤的结果 而华为被迫自行开发相应技术 则美国可能会面临一个更强大更具创新力的华为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一些科技公司已告诉美国商务部 禁止与华为进行贸易可能会严重损害其利润 并可能损害其开发新技术创新的能力 这些美国公司正在申请许可证 以便在8月份禁令生效后继续与华为开展业务 据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数据 华为是美国计算机芯片的全球第三大买家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本周日表示 如果美国在与中国贸易方面取得进展 特朗普总统可能会放松美国对华为的限制 但如果两方无法达成协议 则华盛顿将维持关税以削减赤字 姆努钦表示 我认为总统所说的是 如果我们在贸易磋商中有了进展 或许他愿意为华为做一些事情 如果他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宽慰 获得某些保证 但这些都是国家安全问题 为了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并打击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华盛顿对中国的部分商品加征了进口关税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